塔夫茨大学的教授他真的很有才 制裁合众国这个称号对于美国而言 可谓是量身定制 当之无愧 长期以来美国滥用自身的金融霸权地位和技术优势 频频地采取单边霸凌的行径 对古巴 朝鲜 伊朗 委内瑞拉等国长期施压 对多国随意地挑起贸易战 借国家安全之名肆意地打压别国的高科技企业 美国不仅制裁被它视作敌人和对手的国家 而且还对于这些国家有往来的第三方 实施非法单边 长臂管辖 就连美国盟友的实体和个人也不放过 那么美方滥失制裁的所作所为 严重地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 严重影响有关国家的国际名声 严重地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破坏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反过来也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而且我也必须要指出 因为美方依然有人在不停地讲胁迫 那么我必须要指出 经济胁迫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在华盛顿 搞胁迫历来是美国的长项和特色 就连美国政府自己也从来不避讳使用胁迫外交 这个词甚至能对此非常的引以为傲 美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行动 向世界提供了胁迫外交的教科书般的案例 即通过武力威胁 政治孤立 经济制裁 技术封锁等方式 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 经济胁迫和胁迫外交这些帽子 毫无疑问戴在美国的头上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作为国际社会的议员呢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听取国内外有实知识的忠告 放弃动辄制裁施压的老路 不要再搞霸权霸道霸凌那一套 他们作为世界的一个主要大国 应该真正的来为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于发展 发挥一些建设性的作用